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和互联网发表了2022年新年贺词 朋友们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好 2022年即将到来 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新年祝福 回首这一年意义非凡 我们亲历了党和国家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历史交汇 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正昂首阔步 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从年头到年尾 农田 农田 企业 社区 学校 医院 军营 科研院所 大家忙了一整年 付出了 奉献了 也收获了 在飞适的时光里 我们看到的感悟到的中国 是一个坚韧不拔 欣欣向荣的中国 这里有可亲可敬的人民 有日新月异的发展 有更续传承的视野 7月1日 我们隆重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感慨细致 历史征程 风云激荡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 经千难而百折不挠 立万贤而始至不渝 成就了百年大党的 辉煌气象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我们唯有 戳力奋发 笃行不殆 方能 不负历史 不负时代 不负人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通过了党的 第三个历史决议 百年成就 使人振奋 百年经验 给人启迪 我曾谈到当年 毛主席 与黄延培先生的 摇动队 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 才能赢得历史主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也绝不是一马平川 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 我们要 常怀远虑 居安思危 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 至广大 而尽精微 大国之大 也有大国之众 千头万绪的事 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 我调研了一些地方 看了 听了不少情况 很有启发和收获 每到群众家中 常会问一问 还有什么困难 父老乡亲的话 我都记在心里 民之所忧 我必念之 民之所判 我必行之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对贫困 有着切身感受 经过一代代 接续努力 以前贫困的人们 现在也能吃饱肚子 穿暖衣裳 有学上 有房住 有医保 全面小康 摆脱贫困 是我们党给人民的交代 也是 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成绩 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黄河 黄河 黄河安懒 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 近年来 我走遍了 黄河上中下游九省区 无论是黄河 无论是黄河长江母青河 还是碧波荡漾的青海湖 微移磅礴河的雅鲁藏布江 无论是南水北调的世纪工程 还是塞汉坝林场的绿色地图 无论是云南大象 北上南归 还是藏羚羊繁衍迁徙 这些都昭示着 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这一年 还有很多难忘的 中国声音 中国瞬间 中国故事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的深情告白 祝荣炭火 西河逐日 天河遨游星辰 运动健儿 激情飞扬 奋勇争先 全国上下 防控疫情 坚决有力 受灾群众 守望相助 从建家园 人民解放军职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 始至强军 保家卫国 无数平凡英雄 拼搬勃 拼搬奋斗 汇聚成 新时代中国 昂扬奋进的洪流 祖国 全体中华儿女 全体中华儿女 携手向前 共创中华民族 美好未来 我同外国领导人 及国际组织负责人 电话沟通 视频连线时 他们多次赞扬 中国抗疫 和为全球疫情防控 所做的贡献 截止目前 中国累计向 12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 提供20亿剂新冠疫苗 世界各国风雨同舟 团结合作 才能书写构建 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新篇章 再过一个多月 北京冬奥会 冬产奥会 就要开幕了 让更多人参与到 冰雪运动中来 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 题中之一 我们将结成为世界 奉献一届奥运盛会 世界期待中国 中国做好了准备 新年的钟声 即将敲响 我们的三位航天员 正在浩瀚太空出差 海外同胞 仍在心情耕耘 实陵馆 中资企业等海外派驻人员 和广大留学生 仍在 勇意坚守 无数追梦人 还在奋斗奉献 大家辛苦了 我向大家致以 诚挚的新年问候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祝福国泰民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